Hello 我是阿Vick Hello 我是Sameva PCS的特約報道員 今天很開心 為甚麼呢 因為Furro Concepts又補貨 之前斷貨了一段時間 是呀 半年了 半年嗎 是呀 好 半年後終於翻貨了 如果之前買不到的朋友 都記住想回我們官網訂購 我怕很快會斷貨 然後又要訂貨半年 沒錯 不要緊 我們今天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Furro Concepts 翻了哪些貨好嗎 好 分別有Solder Pack 有Backplanker 有拉鏈 還有有Fundplay 那條Bel是 Bel的話也是 都是補貨的 那不如先說一下這個Solder Pack 有甚麼特別呢 其實Solder Pack本身都是用Laser Cut的設計 對啦 還有它是有個墊 是很軟的 所以很軟的 Furro的所有產品 或者它特定的產品 很多人都會覺得它一定要用在Furro那方面 其實我本身玩開的話 我喜歡混合 因為第一 省錢 第二 本身穿開的產品 蠻好用的 我又不想特地去賠 所以我這次 拿到我的經驗 去介紹給大家 就是TTE一件 我現在本身都有一件 的Pay Carrier 其實我們打架數 都好像剛剛所說 其實會加的話 都是加一些肩膀帶 因為它本身這隻 就比較薄 是 好像以外面 例如511 其他牌子的Rex 都是這些肩膀位 都比較薄身 加上這個就沒有那麼辛苦 對啦 起碼也算是墊高 會軟一點 永遠都是肩膀最受力 而且我看到它這樣打開 其實是做了一個三折的設計 沒錯 它這個設計 可以把東西收到裡面 是 什麼都看不到 沒錯 就好像現在打的 例如這件 是 我就這樣放進去 即是所有線 等等的東西 就可以放進去 就不會 在玩WARGAME的時候 就會卡到窗 沒錯 這個肩膀帶 就是兩個 就是一套 它有四款顏色 就是迷彩 黑色 沙色 和綠色 沒錯 那不如說一下 這個 背景 這個背景 是否只有兩種顏色 迷彩和綠色 它還有黑色 沙色 綠色 和Multi Cam色 即是四種顏色都齊了 沒錯 它本身已經有三個 一個小袋 這三個小袋 是放些什麼呢 我自己有時候會建議 一些客人 有些朋友上來 Steelsoft 或者Facebook 或Inbox 問我們 其實放些什麼 也好 擺蛋夾 擺一些 急救的東西 還有一些 會擺 電話 不會 電話會破爛 所以它也會擺 都是放些細的 比較細部的Walky 放進去 它也可以做到管理的作用 還有下面這個袋子位置 都可以放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它是有厚度的 沒錯 其實這個袋子位置 你可以放一些BB彈 或者另外你有一些電話 銀包 鑰匙都可以放在後面 方便你去到一些比較遠的戰區 都不需要擔心財物的問題 你跟身的話 都不需要擔心 安全最重要 長短調教在哪裏 就是上面這三個格子 這個位置 上面這個蓋子位 其實是可以擺開的 因為它本身是魔術鐵 是魔術鐵 像剛才所說的 例如你剛才所說的 蛋夾 因為蛋夾太長 所以就擔心位置 所以可以自己拔出來 放好 就蛋夾的尺寸位置 去做一個保護 這裏有條拉鏈 其實都可以任意放在不同的 拉鏈的話 它本身這個拉鏈 就是兼容它自己旗下的產品 那件Pay Carrier 就是FCP-CV5 那個模特兒裏 即是可以裝在那裏 對 又或者有些朋友仔 就喜歡 就會放進去 買一條 Furl Concept 自己出的 Moli 拉鏈 放進去裏面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 一會兒會介紹的一件事 好 那先放下這兩個 對 不如說完這個 對 其實這一個 整條就是全Moli帶的設計 所以大家一聽到Moli帶 就立即聯想到 是否所有背部有Moli都可以用 沒錯 就是 因為它其實方便 最重要的是這件事 即是這條拉鏈就可以用在Furl Concept 的這些 背面 即是這個拉鏈位 就可以用在Furl Concept 所有的背面 的拉鏈 沒錯 扣了下去之後 就可以裝在其他不同品牌 或者自己本身有的那件事 背心到 就不一定要它特定那一款 沒錯 那都幾方便 對 這個就會百搭一點 而且方便 好像我這種玩家 就是本身有的 我又不想再多買拖 我又想用Furl Concept 的產品 新出的東西 那我就會這樣去配搭 碳纖維版 碳纖維版 對 聽到很堅硬 對 那它為何要這麼硬 其實它都要做一個承受力 例如我裝上去之後 起碼都要挺身 好 這個顏色就有黑色、沙色和綠色 沒錯 到前面這部分 到Furl Concept 放在肚子裡 放在肚子裡 也是的 其實它是一件 那是還是不是 其實是的 哈哈哈哈 第一個肚子裡 第一個肚子裡 其實這一件 它的用法就是 你看到它後面有魔術貼 整塊都是 整塊都是魔術貼 都是給用家 用在有魔術貼的位置上 就像Furl旗下的那兩款 The Slick 還有 FCPC V5 那一件 它有用的 有很多朋友都會用回去 那一件 都是 我比較喜歡用自己的東西 好像現在都是手手上這一件 TT這一件 的Pay Carrier 它前面都有魔術貼 我就這樣貼下去 多了很多個Moly 可以讓你裝其他東西 是的 還有第二件 就是你可以 因為它裡面 它這個位置 都是一個小袋 它是可以讓你放到一些 印鎖下去 那些印鎖 例如 5.56的印鎖 或者其他的 或者它現在伸出的那些系列 魔術貼的袋子 你也可以放進去 你也可以放進去 所以 做多幾個內格 是的 那 變相 它這件的好處 就是 例如 我要去有不同的配置 例如 我上午 打長槍 打AR系列的槍 我下午打充鎬槍 就是MP7 那些 我只要拔掉它 我拔掉它 我拔掉它 我把第二塊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哦 它已經是第二個設定 在家裡已經處理完 就不用去到WARGAME場 再慢慢收拾來收拾去 是的 我拔掉 因為以前舊款 就是用MOLI帶 又要左轉圈 左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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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的話 就會比較方便 還有 現在都比較輕的一件事 就是這樣 還有我覺得可以配色 例如你的戰術背心是綠色 加黑色內 其實都挺有型 不用整件一隻色 就覺得好像有點悶 這個也是有黑色、沙色、綠色 還有KONTI CAM色 好 最後還有最後一個 就是你們在右下角看到 這個一卷 這卷的BEL 好 我看到這條BEL 其實都有很多LASER做的 這些是甚麼位置 其實這塊東西 跟拉鍊一樣 都是用同樣的物料 都是用攤纖板去做的 其實有甚麼好處呢 都是說它夠硬 還有重點是它夠輕 當我的BEL本身都很重 再加上其他東西 對於每位射手的腰 不是很舒服 對於每位射手的腰都很重要 即是你打窩機 又要蹲下又要站起來 又要蹲下又要站起來 然後轉左轉右其實都很重要 是 一會兒你扭傷的就不要了 是啊 所以它就特意用了這個碳纖板 去承托 第二件事就是你看到 在上面這些位置上 上下有兩條布 我覺得都硬的 都硬的 它做得都頗實正 對 其實它這個是用尼龍布料去做的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加兩條尼龍 其實這個位置呢 它是做一個MOLI的位置 其實都說明腰帶 都是會掛一些蛋夾 啊 袋子那些 其實因為很多坊間 又很多不同的朋友 都會有一些 拋住 即是蛋夾袋 會放進去 因為上面這件衣服 都說是一擺就已經擺了三個了 然後有些手槍夾 有些人可能會放進去 Vexit Paid Carrier 有些人就會選擇放在腰上 那好像我這樣 我的簡單的設定就是 兩隻夾是腰 一隻 然後其餘的就是回收袋 普通的袋子 用來放在錢包鎖匙 哦 其實它本身裡面 就加上有一條 普通的內帶 有條內帶 這條內帶有什麼特別呢 就是魔術貼 因為你看到 前面這個位置是膏 我們簡直叫勾勾面 裡面那個是毛毛面 其實這條內帶 就像普通出街的腰帶一樣 穿進去耳朵的位置 條褲的耳朵位 去到遊戲場的時候 只要把外帶黏進去 貼在內帶上面 就已經可以了 整個設置就已經完成了 嗯 其實剛剛你也提到 究竟這個幅度 沒錯 它是2.2吋 兩吋 當然要看它最大的幅度 是多少 其實現在坊間有很多 那個Bell Cube 是可以給你自己調校的 就好像Compet 那些Pouch 那樣 或者 High Speed Gear 那個Polymer Pistol Tarko 這樣去做 你做得好的話 它也可以兼用到下去 嗯 所以其實它也挺User Friendly 就是 很多不同Size的Pouch 都可以扣到下去 是的 因為它最主要的設計目標 就是方便每一位射手 或者執行人員 去用到它身上本身要用的東西 而不會影響到它 最方便應該是這個D-Ring的Cobra扣 它是這樣按一下 已經可以推出來了 是的 即是 隨便 已經可以推出來了 沒錯 因為它這個最主要 很快呀 它最主要是快拆 快扣 這個本身是快拆扣 所以 為什麼會說 現在開始就比較多人 用這些款式的快拆扣 但這個不是負重用的 他們說 不是的 它旁邊這個扣 它不是用來做負重的 它純粹是一個 叫做 支撐 或者叫做固定用 例如 因為 好似High Speed Gear 或 High Speed Gear 那些1.75轉 它也是會有這款扣 還有其他不同的產品 就是這樣 這條Bel 就有黑色 和沙色 給大家選擇 如果大家對於 我們剛剛補貨 Furro Concept 所有產品 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上我們官網 選購 但如果你們有什麼問題 在尺寸上 或者自己家裡的配件 窗的配置 或者彈夾大小 或者口袋 用在Furro Concept的產品上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問阿肥 因為每個人的窗的配置 都不同 沒錯 彈夾配置又不同 可能 我喜歡用大一點的袋 你也喜歡用小一點的袋 可能尺寸上 扣下去 又未必能扣到 我免得大家買回去之後 就可能 比較 浪費錢 浪費錢 不用大家浪費錢 記得找阿肥 阿肥很需要大家 等一下